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新台湾星光大道》 《新台湾星光大道》 先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是 陈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杨文嘉文嘉你好 大家好 陈富雄 陈道老你好 大家好 继续休息中吗 很难讲 很难讲 快要复出江湖了 休息中有人在做梦 有人在激动 那你 依然是很平静的 我觉得这种休息 让人让人紧张 紧张 你也会紧张 好 胡中心胡大哥你好 谢谢大家 雷红德大哥你好 大家好 这个今天有很多张照片 出现在立法院的记者会里头 不知道民进党会不会紧张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拿出很多的照片 要指控的是说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跟江青梁更熟 在过去的草鞋敦观光夜市的 开幕场合上 看到他们非常密切的互动 草鞋敦人文观光夜市开幕那天晚上 在91年9月16号 当时南投的县长是林中兰 民进党籍的林中兰县长 就是这位 他担任当天晚上 草屯夜市开幕的重要贵宾 是南投县 当时民进党籍的县长 然后这位是谁呢 这位是当时草屯镇的镇长 民进党籍的 洪敦人镇长 这位呢 很潇洒 坐在这里 是赫赫有名 我们立法院的立委 民进党籍的蔡黄郎 蔡委员 在这里坐着 这位 也是当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汤火胜 汤委员 这位 就是江青梁先生 这个是当天 夜市开幕当天晚上 还有一位 开幕当天晚上 挂着花 穿着西装的这位帅哥 就是蔡黄郎 蔡委员 非常高兴 没有被恐吓 兴高采烈 来参加观光夜市 而且还上台致辞 夸奖这个夜市 我们看起来 这是不是另外一种 类型的人肉搜索 当江青梁跟谁 认不认识 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 去找跟他认识的人 人肉搜索的另外一种 刚才呢 张显耀所讲解的照片 就是这一张 草邪敦文化观光夜市 开幕的时候 这个开幕的会场上面 当时的县长 叫做林中南 那当时的民进党的立委 是蔡黄郎 当时的草屯镇 镇长洪敦仁 洪敦仁 这个昨天蔡正元委员 也说这是 廖紫佑现议员的先生 那这个是民进党 当时的另外一位立委 叫做汤火胜 那这个照片 有被切到一半的 这个是江青梁 这个呢 就是当时草邪敦文化观光夜市 开幕的时候 同一个场合里头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照片 看起来跟这个江青梁 最熟的极有可能是 当时的南投县的县长 林中南 因为有一张是非常 密切的在耳边说 悄悄话的照片 这一张 这个人是江青梁 那个时候没有胡子 现在有胡子 是同一个人 江青梁 江董 那在他旁边的耳朵旁边 跟他讲话的这个人 这个照片可能是错位 角度贴得非常的近 这个人是林中南 就是据这个现场的拍摄的研判 这个人是林中南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 也是江青梁跟林中南一起出席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江青梁跟林中南的照片 然后这是两个人握手的照片 所以看起来整个在南投地方政治人物 当然林中南那时候是县长 整个文化观光夜市的开幕 应该是当地蛮重大的事情 所以他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跟江青梁有这样子的互动 大概也不足为奇 但是这个是今天国民党丢出来 证明说 其实民进党早就跟江青梁非常的熟 这次出来这个指控 李文中的乱枪打鸟 一打会不会都打到自己的同志 主持人因为今天有不同的立委 拿出一样的照片出来 所以我们公平前出的张强耀委员 有提供照片 邱毅委员也拿了一堆照片出来 所以都跟你 同一类的照片 同一张 根本是同一张 我这有好几张 他都有啊 他们手上都有好几张 同样好几张 同样好几张 但是民进党我的了解 他们的定调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刚刚主持人秀的这些照片 只是上个礼拜那个文字版的图文版而已 你今天都是图文版 那他们的定调 民进党的定调 他们比较喜欢讲这一张 你有你的照片 我也有我的照片 不是 主持人因为你刚刚那个 你那个场合都在那个夜市嘛 或者说南投的场合 那这张地点在哪里 这在巴厘岛耶 对啊 那你说 你说我们跟江青梁也很熟 那我们谁跟江青梁去巴厘岛 谁 所以没有那么熟 对不对 这个高青就差这个 哎 夫妻党一起去巴厘岛跟这个 这个差多多 差天才低啦 所以这个高青更好 是不是这样说 观众朋友自己判断啦 那这样子对 因为昨天我们也提到 中央时报的这个民调 你赢了二十几%还这样穷罪猛打 我来引述吴敦毅前天讲的一句话 吴敦毅是拿这个来劝戒李文宗 叫他双快灰湿伊 利利尘佛 今天我看到国民党的这个说法 是拿起屠刀 没有没μά 炒成绳酮 这部分就是说 为了选战为了选举 把屠刀拿起来 然后选完再把我屠刀放下来 我是觉得无比较 2 抓都抓 民调你都抓 現在今天是抽籤 看這個情況也差不多贏了 想說有必追殺到這個地步 所以他們當然不是只有 左眼在南投縣的縣長選舉 最好那個能夠渲染出來 讓其他縣市也順便能夠 拉抬一下 這是國民黨的選戰策略 我不以為然 但是他要這樣打 我是無可奈何 因為民進黨也是一樣 你拿泥巴丟我 又拿泥巴丟你 你拿起塗刀 我就拿起菜刀 打個塗在塗去 看什麼事 所以兩個政黨是要告訴全國人民說 他們都跟他很熟 就是比爛 也不能講比爛 就是比熟 誰比較熟什麼的 這個我是覺得不應該 因為主持人我的結論是 我願望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政治 可以稍微進步一些 不要每次的選舉都會移植出來 移植有比較厚嗎 國民黨如果想被電出來 這樣有多厚 沒有厚 沒有意思 國民黨會說 你民進黨先來 你先電過 你不能因為對方下流 你比下流 比進步什麼比下流 但是要比好不要比好 對 文家怎麼看這些照片 我覺得照片不是重點 是兩個 都當中央執政的大黨 他們在野跟未來 要繼續執政的心態是什麼 我第一時間我就說文中 如果你看到欧贏就敢開錢 基於做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世代的 最後一個 上台去選現場的人 你就退選吧 我希望文中 如果沒有具體的事實指控 就退選 但是我更不恥國民黨說真的 犯錯不是罪過 標準低才是罪過 國民黨作為一個長期 在中華民國執政的政黨 你的標準 沒有因為政黨輪替 再次取得政權 或因為馬總統 馬主席的清廉改革 而把標準提高 你還繼續把標準放低 持續墮落當中 這兩個黨 都有讓我們失望的地方 但是我負責任的講 我認為國民黨 讓我的失望更多 更絕對 更無可挽救 地方的黑道 特別是江先生 我想藍綠兩黨都知道 是一個全南投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能公開說的秘密 所以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誰不知道他的底 可是竟然還有人 硬把凹成說 已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什麼更生人講一大堆 好沒關係 如果按照你這個邏輯的話 那麼林中南前縣長 這些過去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跟這個你們口中 已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改過向上的人 站在那個台上 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不對 你說他這個人已經改過向上 我們院長跟改過向上的人 一起出遊 沒有不對啊 那過去他們跟他站在一起 哪裡又錯了 難道他以前都壞 所以大家都對 對 那你指控什麼 我請問邱毅邱委員 張響耀張委員 兩個通通是博士學歷的 邏輯那麼清楚的人 這個人跟民進黨站在一起 是流氓是黑道 跟你們議長站在哪裡 改過向上 多有包容力的偉大的政治人物 笑話了 所以他們的基本假設 都被自己的證據指控給推翻了 莫名其妙 到這個地步 地方的政治事務 的確有他講不清楚那種灰色地帶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改革 為什麼希望說政治朝好的方向 一點一滴的前進 就是不要沾染那個東西 有一個界線 我們應該勇敢的透過政治道德法律 各方面努力把這條線拉出來 今天是誰去採那條線 民進黨採了有沒有 我可以說有 國民黨沒有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最沒有辦法理解是說 這個院長竟然還大規模的透過人際關係 打電話給上爭論節目的各路人嗎 你把我們當什麼 雖然我沒接到那個電話 你把這些人當什麼 通告費的奴才 你國民黨的輿論傭兵嗎 你有比誰都高的國家的論述平台 站上去講清楚說明白 如果有錯道歉吧 幹嘛來這一套呢 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絕對比民進黨更可惡更不可原諒 陳大老 我昨天在七開的節目裡頭 我本來預言這個南投更生的世界 你昨天已經看到照片了沒 沒有 那我認為這個南投更生的世界 應該到昨天達到 應該落幕了 不是落幕 不會落幕 應該達到一個高潮 因為吳東義去按營申告 那他告了以後呢 他就是快打斬亂馬 就是把自己斬斷 然後認為說 表白自己的清白 那李文中就把這個證人的出現 推延遲到這個選舉以後 但是我有講 這一段期間還有24天 應該會有一些火花 就是各方都去看著看對方 有沒有小毛病 有沒有小矛盾 有一些見不得人的照片 會偶爾出現 這個就是我昨天所講的火花之一 但是這些照片 我認為它的震撼性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觀光夜市的開幕點 那觀光夜市要開幕 它種種過程 這個縣政府裡頭各種局處 都要批準了 那既然縣政府都批了 他都可以開幕了 那身為地方官 地方父母官 沒有不到的道理 那你如果訪問我說 如果是我 我會不會到 我剛才其實坐在這裡 正在檢討我 如果說我在南投縣 當立法委員 你會不會去 我到底會不會去 我不敢講 我絕對不會去 我不敢排除 我去的可能 但是我不去的機會也很大 也許他們不會請我 也許我還沒有去之前 我已經知道 你看到門口有黑衣小弟 你就會走 那我當然就回頭 但是我必須先知道說 這觀光夜市幕後的主導人是誰 而且他在我心目中的 那你如果知道這觀光夜市幕後主導人 是江青良 而他過去的紀錄 那我不會去 你不會去 但是所以這個照片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政治人物跟很多人有照片 我們要看看是兩個人單獨照 還是跟一群人一起照 背後的觀眾是誰 還有在哪樣的場合 在背景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很有意 譬如說我12年從政的經驗 我現在流落在民間的照片 我覺得應該有好幾千張 而且那些照片 也有很漂亮的女孩子 跟我照得非常親熱的照片 我都不排除 我現在那些照片 如果登上一週刊 都還滿有看頭的 但是那些照片 那你留有看頭 還是你有看頭 就是整個照片看起來 整體很有看頭 整張照片看起來有看頭 就是可以讓人家 這種談論的一種笑容 不是笑容 一種依據 所以那樣的照片 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我們談論的不是說 你可不可以去那種場合 或是跟江青良合照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太錯落 那他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要鞏固他們的戰績 已經有戰績了 他們昨天認為 他們昨天認為 他進一步追擊 今天是進一步穩住 鞏固他們的戰勝的成果 不過我問你一下 這一張明明是一個觀光夜市的 開幕的典禮 那通常這種觀光夜市開幕 在地方是大事情 對 一定要請說的 應該藍的綠的都來 可是你看到這一個觀光夜市 為什麼都沒有藍的 對啊 全都是坐滿了草屯鎮長 蔡黃郎 湯火聖 江青良 一直到這邊都沒有藍的立委出現 對 主持人 你應該說為什麼沒有李文中 那時候李文中也是立委 李文中那時候在台北啊 李文中在外地啊 李文中不是南投人嗎 不是南投出國人嗎 不會啦 他是台北縣的立委啊 問這沒道理 怎麼沒道理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是說口口聲聲是南投樸裡的 蔡英文講的啊 南投樸裡的什麼農家小孩 講一大堆樸裡小孩啊 一點都不關心嘛 那是樸裡小孩沒錯 長大之後就離開了 我要講的是說 李文中的空降沒有耕耘嘛 沒有人要算得回去算嘛 幹嘛這樣子 國民黨要拍這點得到啊 不是 那個時候李文中 還不曉得他會去選啊 李文中是靈為壽命 人家的頭子越來越去 不過你的問題問得非常好 讓我必須要想一想 我們必須想這個場合啊 那個時候南投縣的公職人員 包括縣長以次以下的 到底有多少國民黨的 看起來好像不多喔 因為委員南投有沒有幾席啊 國民黨的委員 那時候南投有委員吧 就是吳敦毅啊 就吳敦毅吧 不然這是誰 這是第一個可能 還有第二個可能 我不排除在這個照片拍攝 被切掉了 他們把自己的消掉 不是 這個照片拍攝之前 或者拍攝之後 也許國民黨員也來過 你說藍的分一批 綠的分一批 不是 他們陸陸續續來的 他們不會從頭坐到尾 你看座位的排法 不是 公職人員到場 不會從頭坐到尾 他來了 走了 來了 去了 坐同一個位置 對 我們不能完全排除 他觀光夜市的開幕 從頭到尾 都沒有國民黨的官員上台 這個我們不能排除 但是他們 國民黨要選這些照片的用意 當然會進行去挑 當然會進行去選 有啦 觀光夜市的 這個背景也是綠的 所以可能這一場 是給綠的開幕 另外有一場是給藍的開幕 你真的很幽默 吳大哥 今天國民黨 丟的這個照片 對南投縣的選情 會有殺傷力嗎 做人處事跟選舉 包括戰爭一樣 凡事過由不及 勢可而止 當然這是我個人觀點 今天的照片策略 當然非常有影響 要瘋 大家做電話瘋 要瘋 大家來瘋 大家都黑的 都沒什麼好講 這是有個策略應用 導致我比較訝異是 舉出照片的兩位都是 高雄的地緣關係 跟南投縣何干 張顯耀跟邱毅 我說第一點 第二點是很顯然照片 是由中央廚房統一提供的 那這樣提供應該由新聞局 比較好吧 乾脆書俊兵出來開記者會 我不知道 我是提出亞裔而已 但是這個後果 選舉就是 在我看 當然我不是南投選民 在我旁觀者看 賣麵粉的跟掃煙蔥打架 打到後來黑白不分 大家會說 咕笑比沒味差不多 一咕笑二咕兩個差不多 但是在這裡面還是有所區別 當然到目前為止 我說指引目前的發展 同台 同樣在台上的照片 跟同遊的照片 住五天的照片 跟收受政治獻金 都是三個層面不同的 那一起拍照片吧 有時候我們去爬山 遇到人人家要跟我們拍 你不能拒絕嗎 舉例子 所以一起拍照片 有沒有牽涉到利益掛鉤 要有舉證責任 就像我們要求李文中 你要舉證 有沒有在巴黎島 吳敦義有沒有喬莎石 喬莉一樣 我也希望 不管是國民黨的立委 或者是總警員 提供照片總警員 也請你舉證 他們在台上 跟江青良先生 有沒有利益掛鉤 都要舉證 你不能只憑一張照片 一句話 就來說這樣子 我覺得 對李文中 包括對吳敦義 我們都要同意標準 那現在當然是 法律層面 昨天控告 那就交給法律了 這不談了 現在是這件事情 很顯然的 在我看 對兩黨 不管是社會觀瞻 對公眾形象 都是廢有殺傷力 選民智慧判斷 但是我還是要提出 一個核心的問題 在這裡面 官階最高 最具有權力的 吳敦義院長 這個問題 到巴厘島同友 對他形象好不好 對他觀瞻好不好 在我認為 我會回答說 有沒有犯法 我認為沒有 至少證據顯示 但是對一個行政院長來說 官瞻形象是非常不好 而且不妥當的 的確有指控別人 是需要拿出證據 但是今天兩位 國民黨的立委 拿出這些照片 他們的指控的方式是說 其實江青良 跟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也都非常熟 他指控是說 他們的交情匪淺 那至於交情匪淺 有沒有因這個交情 而做其他事情 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是沒有提出 更具體的這個指控 不過我們看到 在這幾張照片當中 出現頻率最高的 應該算是林中南 跟蔡黃郎兩個人 那這兩個人 跟這個江青良的交情如何 昨天節目中 我們也討論過了 兩個人都非常輕描淡寫的 說跟江青良的關係 交情很淺 只是認識而已 所以有幫陳水扁助選 印象不大 但後續有 後續他也是一般民眾支持陳水扁 後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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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呢 要在南投補選立委 現在正在準備 參選之中 民進黨也正式的提名他了 南投縣內的政界 大概都跟江青良先生有認識 那認識歸認識 交情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想候選人 能夠有這麼好的交情 一起出遊 甚至組後援會 那代表他們一定的交情成果 我相信我的競選對手 馬文君女士啊 他也跟江青良先生有認識 照這個林雲生的說法是 所有的南投想要參與政治人 都認識江青良 所以並沒有藍綠之別 或者是說深交淺交 大家的交情都差不多 只有跟這個 吳敦義去巴黎島 江青良跟他關係特別密切 你看是多麼無聊的事情 如果不是選舉的話 這個照片拿出來 就是表示大家都認識 能夠公租於宿的照片 在公開場合拍的照片 表示不能代表他交情 到底有多深 你這個照片看不出來 公開場合甚至到巴黎島去 拍的照片 吃飯從坐在桌上 拍的照片能代表什麼呢 真正男人跟男人交情深的 那個照片你拍不到 一起油壓一下啦 洗個三溫暖啦 甚至一起喝個花酒 開個烘扒 你根本沒有照片 那個交情才會深 一起打麻將 做會高精才會親 那這種東西是沒有照片的 但是你問他 他一定講沒有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是這個 現在每一個人 都把照片拿出來說 江青良認識很多人 這些人都跟江青良不熟 江青良 你聽林林生講的喔 是大家都認識喔 但是我沒有像他們那麼熟 是跟江青良熟 就比較倒楣 比較可恥是不是 跟他比較不熟 比較千高 這樣子啊 是這樣嗎 所以現在是大家都認識 只是在比程度而已 什麼人比較熟 什麼人比較不熟 那熟不熟又很難說 那剛剛沈大佬講說 他以前也有女孩子跟他拍照啊 拍照 我們知道沈大佬 不可能有這種 你不要幫他講太早 不可能有任何有悔文 我所了解不會有 但是如果你用照片 那個女的 我們會這樣講啊 他講太多了 他眼神太多了 他講太多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以上發言 並不代表沈大佬的有件 那個女的假如說 跟沈大佬照來說 然後 像白馬馬力亢那種的 有 套過去的 不是 你在拜票的時候會有 因為 但是那個女的 把這個照片拿給別人看 你看我跟沈會雄這種交情 人家會不會相信 這個少 沒有人那麼散疤 人家會不會相信 所以 不要拿照片 來證明任何東西 所以照片是沒有辦法 證明任何事情 不要以為 陳澤南那張照片 證明有去紀州島賭博之後 所有的照片 都能夠證明事情 所以我覺得 現在 張賢耀跟邱毅 其實也不必再提什麼照片 大家都知道 江青良在南投 藍綠都熟了 大家都認識 都知道嘛 不用再證明了 但是呢 不證自明 李文中 也不要老實講 說是 張青良是跟國民黨熟 反正大家都熟 夫婦的 沒什麼事情 張青良跟所有的南投的人都熟 只跟李文中不熟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沒有 這個主持人 這個事情 當然從上禮大家 現在一個禮拜 除了今天可能會被修理的 黃文鈞之外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被修理職 是中常會今天會處理他 對 可能會被開除 或什麼停權什麼的 我說 只要是國民黨 在這個禮拜 就專門修理李文中 我說 除了黃文鈞之外 民進黨呢 全部瞄頭 對準這個 李朝青跟吳敦毅 尤其是吳敦毅這樣 窮衰猛打 李文中 他說他就說太近 說太鄉 又沒有言論免責權 那不會叫蔡英文到立法院去講 傻嘛 傻就自己撞到 撞到 被抓住尾巴之後 小尾巴之後 國民黨一直打 打到昨天去告 這個是國民黨這樣幹 那民進黨一樣啊 就是說 我說吳敦毅是行政院長 我認為標準要不一樣 一個管長的好選人 跟一個行政院長 現任的行政院長 當時的立法委員 我的標準這樣不一樣啊 可是吳敦毅的護衛隊啊 通通衝出來了 這些糾紛我就不談 我談一個人 現在的國民黨黨主席是誰 你 馬英九 謝謝 你現在幹的黨主席 你的選戰這樣打嗎 我問馬英九 你要這樣打是不是 你要這樣打台灣不好 所以我說這整個事情 你看到馬主席 沒看到馬總統 馬英九說 我現在不是總統 我現在是黨主席 我就這樣打 大家來撲憤 可以啊 那你就 標準馬英九就是這樣而已 就如此而耳啊 好 那就認了 那你 我當然期待我們的政治人物 向前走一步 他們如果覺得 原地踏步很好 甚至鬥退路很好 那我也沒辦法 我再講一遍 馬主席 請你出來講說 對 就是我的中央黨部 就剛剛中興兄講的中央廚房 我們就這樣幹 然後發了照片 然後大家開記者會 然後發現你的照片 你們都跟我一樣 好吧 那就大家來罵 痛罵一頓 然後晚上呢 跟藍營友好的政論節目 再幹一遍 再修理一遍 不然 所以我覺得這樣有意義嗎 如果這是馬式選舉 馬式打法 那GP的那個雲林 雲林縣長本來要補選 那個雲林立委要補選的時候 那馬式打法 這叫馬式打法 破糞 那請馬英九出來說清楚 好 我們先接一下觀眾電話